永安位在高雄的西北方 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渔民大多在沿海进行捕捞 主要从事当日往返的流刺网渔业 停泊在永新渔港的船只 大概就有三百多艘 而在路上 永安也以石斑的养殖船民 110年上任的渔会总干事 叫做李秋景 二十多年前因为渔会编制的关系 从临时人员做起 开始接触渔会事务 后来透过考试成为正式人员 也成了他与现在工作的起源 那时候也不是从事渔业 他信用部所缺的就是 像一些他类似金融 跟那个银行的业务有点像 农业会体系的信用部 就是处理一些存档材的事 那只是觉得说 八点就要上班了好像很早 是不太习惯那么早上班 因为也没有做过一个公司 那种朝九晚五的行业 在信用部担任了二十几年的职员 李秋景对渔会的金融业务非常熟悉 但在任职总干事后的工作 却是他以往从没碰过的事 因此在总干事改选时 他也经过了一番犹豫 很荣幸担任这个位置 那也觉得应该是 我要面临这个新的挑战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 其他的困难都可以排解 最困难的事就是在我 109年年底 我就挣扎 我到底要不要登记总干事 因为老实说 你当一个资源 然后我又是一个信用部的主任 我应该是可以就这样平平顺顺的 就干到退休嘛 不要 那总干事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到底要不要我一直在那边挣扎很久 而且必须要说服我自己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你必须要做到全方位 全能就是要认识这边的渔民 就是看渔民到底 我们到底渔会是 跟渔民到底是 要保持着什么关系 那后来这样子 接触了几个月 我们渔会就是要站在 应该是说 跟渔民要很紧密 然后随时聆听渔民的心声 然后帮他们寻求解决知道 我既然已经踏上这一块 就是已经选择说 我登记的总干事 我将来要面对的 因为就是说 拉近跟渔民的距离 然后帮助他们 协助他们 我寻求更多政府的一些资源 那来改善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 那你养渔民不可能 真的是真的是怎样 我是养服务的 我一定是要赚钱 对吗 那他即使没有赚钱 我们要帮助他度过 这一个疫情的难关 我倒是觉得这样子 然后尽量帮他们争取福利 李秋瑾上任后不久 就需要面对COVID-19疫情 对渔民生计产生的影响 他开始思考 如何让当地的渔货 可以顺利销售 以石斑为例 永安石斑有多数会进行外销 国内一般大众也认为石斑鱼 只会出现在宴客席上 疫情影响下 也让鱼获销受受阻 因此他开始尝试 将石斑鱼做成小包装 进入一般家庭 他们渔民很辛苦地养着这些鱼 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 去把他渔货销出去 因为是他受阻 那我们可能 渔货就只能想办法 像我们加工厂如果有能力 就去做一些动品的东西 帮他们把这个改变以往的销售模式 以往的是一定要用活的 市场传统市场的销售方法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渐渐要扭转 把这些鱼获改成急速冷冻 一样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 那我们就是可能 像渔会的产销班 就渐渐辅导他们自己 也可以做一些分装小包装的处理 适合现代的那种消费模式 改变销售模式 透过多种行销通路开发 构思 虽然李秋景刚开始 对总干事的业务很迷茫 但在接手后的这段时间 他也逐渐认识熟悉 他提到 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 人与人的关系 是最需要去经营的 因此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好 对内和对外 都需要好好倾听不同的心声 他也期望自己在未来 能够更圆滑地处理 人与人之间困难的问题 将设定好的目标 一项一项地完成 那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 就是说那个目标大概就 创造各部门的盈域 这个我们无论是什么部门 资荣或这里的什么经济 应该是说供销部 我们余会的供销部门是 从前没有 但是我们的起步比较慢 那我相信未来 我们在努力之下 应该可以创造 创造 创造英语以后 大家都越做越有信心 然后找回这个 同人之间的那个 敬业精神 分享心力 因为要一条心 做任何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 我倒觉得 这是我现阶段 想要做的事情 那至于说未来 未来可能 应该是说 开发这个 渔会在地的品牌 然后改善这个环境以后 改善这个渔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把那个年轻 溢注到这个 这一块产业 就是让那些 鱼二代三代都 愿意回来做这个渔业生产 让更多年轻人 可以回到永安 是他设定的目标之一 即使不同世代间的想法 或许会有摩擦 但也因为如此 才能有不同的火花 也会让永安的渔业发展 有更多的可能性 担任总干事的路上 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非常多 每个难关都必须要一一击破 李秋景持续保持着正向乐观的态度 面对工作庞大的压力时 有人放弃 有人尝试去解决 在李秋景身上 可以看见他不怕困难 勇于面对的特质 把对自己的批评化作力量 作为让自己进步的动力 这都是值得人学习的地方